玩这个射击游戏 玩这个射击游戏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自定按键都射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 左边这边的按键是发射一个功能 右边是丢我们的雷 但我们就把它射到我们后面 因为我想要我们手指头 永远都在我们的射击的板机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后面两只手指头 来操作我们的快捷键 还有另外两个 还有另外两个快捷键 下面还有另外两个快捷键是设定奔跑的部分 下面还有两个快捷键是设定奔跑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跑起来 然后我们下面这一个按下去是滑行 就是我们跑起来就可以滑行的部分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 我们的拇指永远都在摇杆上面 我们的手指头 食指永远都在板机上面 这样子就可以轻松的做射击的 所以我们这个射击游戏我们把我们的 那这个射击游 这个射击游 这个射击游 我们把有四个功能都把它射到我们的后面的 这个射击游戏我们把四个按键射到我们后面的四个的自定义按键 前面这两个是功能跟大招同时按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食指如果这样子不分 但是我们的食指如果这样子不分 我们这个射击游戏我们把食指两个功能直接射到我们的自定义按键 就是我们的有功 我们这个射击游戏我们把我们的食指的另外两个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丢工具的这个功能跟丢雷的这个功能 我们把它丢到我们的后面的自定义按键 我们这样食指永远都可以在我们的板机上面 永远都可以随时做射击 不用这样手忙脚乱这样乱按一通 那下面还有两个自定义按键 我们把我们的拇指的按下去的功能跟右边的拇指 那后面还有两个自定义按键 就是我们设成这个拇指按下去 跟右边拇指按下去的这两个功能 一个是跑 一个是滑行 所以我们就可以所有的功能都在我们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食指永远都在板机上面 那拇指永远都在控制我们的方向部分 这就可以轻松 这样就可以专心很多 这样我们就可以食指永远都在板机上面 那我们的拇指都可以在板机上面 那我们的拇指都永远可以来控制 瞄准方向 这样就可以分工一下我们的按键部分 这样才不会手忙脚乱 然后不知道手到底要怎么样 那这样子我们食指永远都可以在板机上面 那我们拇指永远都可以控制我们的方向部分 这样才不会让我们手全部都手忙脚乱 又要按这个又要按这个 然后这样子 哦哦哦哦哦哦哦 好 好 高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